我們大概有幾個重點 高階函數還有VBA跟大數據 那另外的話當然自動化是提高效率 另外其實還會衍生出就是把SEO當資料庫來用 等等的相關的部分 那我們這門課 我等一下課程大概會分幾個部分 第一個我會先做我自己的簡介 我是誰 我的名字 OK 那當然如果你要找我的話其實非常簡單 你Google我的名字 或者你Google那個吳老師 吳老師Google吳老師 出現排第1個的是我 排第2個的也是我 排第3個的就不是我 因為好像第3個是什麼 好像吳老師按摩店還是什麼的吧 那個不是我 跟我沒有做那麼事業沒做那麼大 那 Google所以為什麼會找到我 因為我第1個是我部落格 我部落格寫了上千篇的部落格文 都是教學的 而且我還蠻樂於分享 你們可以Google看看 裡面的話呢 寫的雖然 比較符合大家的胃口 為什麼大家想看什麼 盡量文字少一點 圖多一點 還有最好有影片 對不對 現在很難的看文字啦 你文字寫一堆沒有人看 如果你要寫文字的話 最好是要標重點 用紅色mark 所以你會發現我的文章就是這樣寫 因為我知道大家不喜歡很多說 講的寫一堆 然後一定要有圖 沒有圖沒有真相 在最後有錄影文 有錄影的話是更好 我會放一些 所以你們很容易撥得到 那為什麼我會排在第1個 因為我知道 大家喜歡什麼 我就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 大家很喜歡 就會 常常看我的部落 或者是常常搜尋 又搜尋到我 所以一直 越來越多 那我的排名就越來越往上 而且呢 可能會加到我的罪愛 或者會幫我分享出去 那這樣子就越來越好 當然也不是刻意啦 做事情不是說刻意去做 就是喜歡做 第二個 Link 你們可以搜尋 應該我的YouTube頻道吧 反正上面有蠻多的東西 那我待會講一下 第二個是參考用書 不過參考用書你就參考啦 如果不需要 我覺得我還是強調 實作最重要 你如果做得出來 那些書都可以擺著不用了 因為它工具書 看 因為說真的啦 你買來 很多人買了書回去 看來看去還是不會啊 很多人是看懂了 但是不會做 看不看得懂 看得懂 做不做得出來 做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那個落差好大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真的還是會做比較重要 所以我比較強調 我這門課程 就是真的把你教會怎麼做 OK 我們這門課程的特色就是 我會找很多的範例 你要把它做出結果來 OK 然後我們用各式各樣可能的 好用的函數 或者甚至用 VBA 也許循序漸進 先從簡單再到複雜 複雜的話呢 可以寫VBA程式 那VBA程式呢 又有好幾種寫法 那我們分別 各個擊破 OK 然後循序漸進 我先從簡單的再到複雜 不會一下子給你們很複雜的東西 OK 應該 可以理解了 然後呢 再來我們課程介紹 其實呢 主要就是把 Excel裡面最重要的 函數 我把它分成五大類 這五大類函數如果你把它學會 你大概 Excel 九成以上的功能 九成以上的應用應該都沒問題 五大類函數 那這五大類函數我把它區分成 第一類就是文字與資料 第二類就是邏輯 第三類就是日期時間 第四類就是數學跟三角 或者跟統計 這個其實可以改一下 我覺得可以把它改成統計 會比較OK 因為三角好像比較偏 偏數學易用 統計好像會用得更好 尤其像什麼sumif conif 跟那個 樞紐分析表比較有關 像樞紐分析表 大家如果你要會使用樞紐分析表 你至少統計的函數你要會守 因為 他實際 樞紐分析表實際上就是 拿那個 統計的函數來應用的 讓你變成圖形化界面而已 背後實際上概念 都跟統計的函數相似 OK 那另外的話還有所謂的檢視與參照 就有點像去 把Excel當資料庫 來 查詢資料 比如說你某部分的工作表裡面有什麼資料 你要把它查到另外的地方 然後變成一個報表 列出來 OK 那你大概就會很需要用到所謂的 檢視函數 或者參照函數可能就是像 參照到哪一個 列哪一個欄 或者哪一個範圍等等的 那這部分就是參照函數 啊其實最有名的就是V乘函數啦 應該大部分同學都會用到 Vlookup 有沒有 Vlookup函數 很重要 但是不是只有 V乘函數 還有很多方法 幫助你做查詢 那因為很多人只會V乘函數 其他不會 那所以呢遇到問題呢 假如V乘函數OK 那就OK 那如果V乘函數不OK 那你就很多東西都不OK 還有呢V乘函數很多地方 不只是那樣你想的那樣用 還有很多 更多的應用 讓那個函數變得更簡單 但是很多人不會 如果不會的話你問題就大了 所以呢我們這門課程是希望 能夠盡量跟大家講一些 你應該知道 可是 你卻不知道 的相關的應用 我發現還蠻多因為我之前上課 我工作裡面用了很多方法 我說這應該你們都會 結果呢 發現 大家原來都不會 那如果你都不會難怪你效率這麼差 OK所以很多東西看起來是 蠻簡單的 可是不會你就是 比人家效率差 OK 那再來的話學習目標 大概 第一個就是 你至少要熟悉 以Sale我剛剛講的 250幾個函數 五大類函數大概就是 把這250幾個函數 把它包進來 然後 再做說 這個 這個部分 那個確訓目標 我列出來 在第二 第二頁 然後 學會什麼呢 從函數到 VBA的設計 那VBA裡面包含 Sub跟Function Sub的話呢 實際上 就是所謂的 按鈕 有沒有 一鍵完成 然後背後就是Sub 反正你就想到按鈕就想到Sub 另外還有制定函數 就是如果你插入函數裡面 假如250幾個函數不能滿足你 比如那些裡面沒有的話 你可以自己把 某個函數變出來 那個函數就是你自己量身定做 針對你的問題 得到的一個 解決的方案 就是解決的函數 就是制定函數 那要怎麼做 後面我們會逐步的跟各位做說明 再來的話呢 學會錄製聚齊 各位應該知道什麼叫錄製聚齊吧 我不知道有沒有錄過聚齊 應該當沒有 沒有的話 沒有啊 按部就幫你講 但是很多人會錄製 可是 不是這麼簡單而已喔 錄製聚齊裡面 還有很多訣竅 還可以做變出更多的花樣 並且可以配合VBA 把聚集齊變得更加的有彈性 而且更加的自動化喔 這也是我們客人要講的 其實說真的講白的也沒有很複雜 沒有很困難 但是你不會你就是不會 人家會的話 哇你看人家 馬上兩下的事情就做完了 你就是要慢慢來 有沒有很多 太多地方 太多案例了 如果你會跟不會我覺得 真的效率截然不同 尤其是重複做的事情 重複 反復做的事情 你就反正就是交給VBA 很快就事情就搞定了 然後再來就學習一些重要的技巧 可能 VBA裡面有變數啦 有回圈 有邏輯 那其實回圈是什麼 反正講白話的 就是重複做啦 那你最討厭就是重複 一直反復做一樣的動作 可是呢 程式最喜歡的就是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重複做就對了 就是你寫一個回圈 告訴他從哪裡 做到哪裡 幫你解決什麼問題 放在哪個地方 那你只要敘述出來 寫成VBA程式 你的問題就搞定了 比如說你的報表 你希望把什麼資料 他的數字多大 幫我搬到另外的地方去 OK 那其實你就把回圈寫完 把那個資料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邏輯就是如果 如果某些詞 出現 你就幫我複製到另外的地方去 那這些 其實就是VBA的相關的技巧 如果你懂的話 其實蠻口語化的啦 而且蠻符合一般工作的邏輯 那你就可以很快把事情做完了 好蠻多 我覺得後續 蠻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 那其他還有像那個 VBA裡面有個表單設計 比如說你要把那個 就是 Excel當成一個資料庫 類似這樣來用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設計一個簡單的表單 讓人家填一些資料 然後判斷說他填的資料的格式 跟形態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幫你填進去 然後呢填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也可以把 Excel當資料庫啦 不過裡面還蠻多細節可以來了解的 你說把Excel當資料庫 可不可以呢 為什麼不可以 他本來設計就是 有點是 盡量避免 因為你如果學那種 SS那種資料的話 其實真的很複雜 你要建欄位 建資料表 然後 再去篩資料 然後很多邏輯 很複雜 但是你如果把Excel當資料庫的話 很簡單嘛 反正 A欄 B欄 C欄 D欄 你有幾欄就放 幾欄嘛 只是上面你給他一個欄位名稱 而且他形態也不用預定嘛 反正你放什麼就是什麼嘛 那會有什麼問題呢 可能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Excel的 比數會有限制 一個工作表 最多只能放 上限喔 只能放 104萬 1048576 104萬筆的資料 是上限 但你想說 老師 我放不了那麼多 那OK啊 那就夠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不夠啦 不然你再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再繼續放 對不對 也可以啦 沒有說不行 除此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他效率可能比較差一點點 差多少 大概差 萬分之一秒吧 有差嗎 好像沒什麼差 意思就是說 我是絕 所以現在很多人 慢慢比較不 不學資料庫啦 我覺得因為就是你剛才把Excel當資料庫來用就好了 那你要跟人家分享檔案的話也方便嘛 對不對 你就丟給Excel給他啊 你如果丟一個 Excel給他 他還頭痛 Excel 這什麼東西啊 我怎麼開 他不會開 但你丟一個Excel給他 他會開 對不對 沒有問題 所以 這個當然我們會慢慢跟各位講一下後面部分 另外還有就是說 怎麼下載網頁資料 我們有一個 範例就是說 網路上面的資料 怎麼快速把它全部 假設有 100個Page 那你以前是 複製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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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貼100次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不要讓你貼100次 可以啦 就是回圈嘛 對不對 回圈就是 For i 等於1到100 那做什麼呢 做下載網頁那個東西 可是下載網頁那個程式你不會寫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可以用 錄製聚集 把聚集 錄一次 其他的重複做 再來就OK了 頂多是說 再加個回圈 另外如果有一些什麼樣的狀況你就邏輯判斷一下 大概 這樣子就可以把一個網頁啊 網站裡面的所有網頁 通通撈下來了 不過這個是最簡單 應該一般叫爬蟲啦 這是最簡單的爬蟲 OK 但他有一些限制啦 不是說他學這樣就夠了 其實要學東西還蠻多的啦 我們只是開個頭 其他還有類似像這些 最後未來如果說你覺得還不夠的話 其實你還可以再學一些什麼 Python 現在很當紅的語言 也就是說你學了只是一個入門 其他我覺得慢慢再來啦 所以你們要學東西還蠻多的 但我覺得啦 學這個東西的 投資報酬率真的非常高 因為之前有一個同學學完之後他說 他學這個課 他發現在工作上面 所得到的投報率真的太高了 而且他還是金融業的分析師 很會算的嘛 他說老師我上你這個課 投報率最高 為什麼因為他 幫他工作 解決太多問題 OK 所以 當然我是覺得啦 如果你希望工作能夠是一種很愉快的經驗的話 你真的要很多工具都要學會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理解啦 因為我以前 我開這個課其實 也是因為我分享 分享了之後 我發現 大家就有需求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平常工作就這樣 有個問題 我就不要塗法 我一定要寫程式解決 我是那種 有點著了魔一樣 沒事就是寫程式 這個地方我一定要寫程式 後來我還寫出興趣了 然後呢慢慢發現大家都 可是 慢慢發現大家都不會 所以我就想說 不然我就整理一套東西 讓大家比較容易學會啦 所以會有這個課程的產生 那剛剛提到的 未來的話那個資料也許 請各位 再去下載 那再來的話呢 我大概簡單介紹一下 我自己吳老師 前兩個就我的 那我教過的東西還蠻多的 其實我講過啦 因為 我 YouTube頻道 產生到目前也是十幾年 十三年 十四年了 所以我已經錄了也十四年的影片 然後我寫部落格 大概也寫了十幾年了 所以我的東西太多 那也就是我教過電腦課程也太多 舉凡你想得到的 課程我幾乎都教過 可能太多了 那城市類也太多了 手機的App啦 等等的 其實也都教 那 這是我的相關的簡歷 那其實大家看 只需要提的就是 Google 部落 然後YouTube 我有 2.5萬的訂閱 那這個象徵是什麼 其實這個也有個好處 就是每個月Google也會給我 為數不少的那個廣告金 這也是多出來的 那他 就是問我要不要領這個錢 我想說領領看會不會是詐騙 一領 真的有 而且是領美金 我想說 每個月都有 所以我後來也沒有每個月去領 反正我又一段時間再領一下 那 也OK啦 然後 我也有創業經驗 不是只有在學校教書 不是那種 只是學者 我不是學者 OK 我 做研究後來我發現沒有太大興 結果反而要實做 因為你沒有辦法驗證 有時候感覺 變你 你講的東西 你寫太多 你也寫很多paper 最後只有放在圖書館 看的人非常少 反正你寫 部落格文 看的人很多 所以我後來把一些 寫論文的精神 放在寫部落格 反正好像比較 有掌聲 比較有觀眾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 擔任那個 顧問工作啦 還有 學校也幫忙 接一些課啦 然後 其他單位 也得了一些獎項 那 還有就是到 學校也 擔任業界專家 等等的 OK 那 剛剛講的這個 那其他 有些新聞媒體報導 這也不用講 有一些獎項 什麼卓越貢獻教師啦 什麼 趨勢先鋒啦 那另外我的證照 也大概30張左右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上個禮拜 夜市夜市在找我 老師有30張證照應該很少 我的學生還有上百張的 OK 而且我最近才又去考到 兩張 Python的證照 其實我不是時間太多啦 我是覺得還蠻有趣的 這種課程 好像有點像那個 收集證照的感覺 張數越多 感覺還蠻有趣的 我又拿 那所以我又很喜歡線 我就把它放在FB上面 然後學生就 一直紛紛點贊 老師你好厲害 好認真 然後學生就說 覺得好像 好像 老師 比學生還認真 OK 不過我覺得純粹是興趣 這是證照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最近有一個班 那也是帶 Python證照班 有24個同學去考試 結果24個同學全數通過 大家會嚇一跳 怎麼大家都這麼認真 為什麼 因為 其實我去考過了嘛 我都已經告訴你任何細節 你什麼地方要注意 什麼地方要注意的 每個人大家都知道了 對不對 去考就照著做就好了 果不起來 每個人 考完之後 大家都非常開心 好 而且他們 紛紛也 提高了他們的整個自信心 OK 未來 在職場上應該也 我想應該會有正向的幫助 OK 對不對 然後 這個YouTube 我剛剛講的 那個 YouTube每個月都會匯錢給我 他用七連塊會匯錢 那匯多少錢不重要 這邊把它 註掉了 但其實也不算少 這也不重要 那再來的話 參考用書 我是建議 這本書還不錯啦 這本裡面有468招 意思就是說 他把那個250幾個函數 比較重要的部分 他分成九大類 但是我覺得 不用那麼分那麼細 因為有些根本很少用到 然後呢 他把每個範例每個函數 都做成一個一個的練習題 然後並且告訴你 用什麼函數 去解決 所以這一題 這本我覺得還蠻值得 參考 如果說你對 函數 想要 全部都 了解的話 這本書 你把468招 每一個練習 全部做完 應該 大概就差不多了 不過這本書 有一個 跟我們課程 不一樣的地方 他只有函數 他沒有 VBA 沒有其他的東西 就只有單單函數而已 OK OK 那這本書給各位參考 其他還有像 如果你要了解 VBA的話 後面有兩本 比較 一般 就是 理論性的書籍 但這個書籍 其實就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看完之後 可能你還是不會做的 很多人看完 老師可是看完這些 我還是 不過至少啦 我們課程主要是教你怎麼做 那你再去看 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你比較看得懂 你比較能夠 觸類旁通 所以這兩本書 也許大家了解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 就開始來看 第一類的 文字與資料函數 所以待會請各位 先到那個 我們的 就是 往雲端上面的資料 請各位第一個 先幫我下載 範例檔 範例檔 下載的方法很簡單 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個下載 或者你可以 你們應該看到像這樣 或者你點它兩下 上面這邊有下載 那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它這個壓縮檔 所以請各位記得 把它解壓縮 它會下載在這邊 在資料角中顯示 然後你就是 我看你乾脆就把它 拉到桌面上好了 或者是哪裡 或者你的隨身碟吧 把它先放在 我先放桌面好了 然後按右鍵 解壓縮 我這邊有 RAR 解壓縮字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的範例檔就解開來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五大類函數 加上其他的進階案例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之後的話 一定都會用到範例檔 所以請各位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假設你今天有 帶隨身碟 那你就先把 這範例檔 先摳到你的隨身碟吧 這樣的話 你就不用 每次都要到我的那個 雲端上面去下載 OK 先試一下 先把 那個我剛剛講的那個 範例檔 先下載 然後解壓縮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逐個逐個來看 就是 這個 相關的 函數怎麼使用 好